古人云人无横财不负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一夜暴富 衣食无忧 菩萨赐喜明天过后 这几个生肖难得好运气 喜得观是因菩萨赐福 观因菩萨慈悲加持你与家人 看完激动的泪奔 菩萨赐喜 鼠虎 鼠鸡 鼠马的人喜事来了 快快出来迎接 也可分享给你身边有这三大鼠像的朋友 有喜大家一同分享 鼠虎 鼠鸡 鼠马的人 在前半生经历了太多艰难困苦 运势一直不太顺心 做事总会被人瞧不起 没关系就算全世界都否定你 你要相信你自己 当别人忽略你时 不要伤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谁都不能一直陪你 当你看到别人在笑 不要以为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伤心 别人只是比你会掩饰 当你觉得处处不如人 记得你只是个平凡人 不过在平凡的人也会有不平凡的时候 在这个月下旬之际就是鼠虎 鸡 马的人的菩萨赐喜 快快出来接吻了 您要闲于翻身了 摆脱困境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生肖虎 鼠虎人脾气大 当然财气也不小 明天可为菩萨赐喜 苦尽甘来 鼠虎人的所有烦恼通通烟消云散 鼠虎人事业进展迅速 做启示来得心应手 会受到领导的表扬 在同事心目中有加分的表现 但鼠虎人也不可因此而骄傲自满 记住脾气来了 好运就没了 一定要收收自己的暴脾气 得饶人除且饶人才能更上一层楼 升官发财那是尽早的事 生肖鸡人人都说经济报喜 鼠鸡人天生命礼带经 是个财主 尽管前阵子运势受本命年影响 不太顺利 但财运方面尚可 没有多大影响 而在感情方面就没那么好了 阻碍重重 小人搅局 好在明天过后 得菩萨赐喜 感情运势迅速回升 亦与异性投缘 情投意和 单身的朋友将渴望结出情花爱果 单身者如有心仪对象 可要抓紧时间大胆表白拉 成功几率很高哟 有伴侣的人向美好的方向前进 婚姻生活会更加幸福快乐 此月对于想要宝宝的已婚人士来说 也是个大好机会 会有意外之喜的好运哦 生肖麻鼠马人明天一道菩萨赐喜马道成功 事业从之前的发展 频频到现在的激流涌进 并且有颗贵人心会在明天飞临事业宫 意味着事业有人助力 鼠马人只要好好把握时机 就像上天飞来横财 钱一堆一堆的进账 有如神柱 升职加薪 事业大顺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正才横财收入丰足 而且很可能幸运大众奖